今天啊,终于发工资了 小夕前段时间就说想去游乐场 怎么还没到呢 小夕,你来啦 我们分手吧 分手 突然间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 你看你那个熊酸样 我想去一个游乐场 都要等你发工资 现在啊,我找了个有钱的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 我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不用再跟着你,受苦受累了 小夕,这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小夕,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现在正在努力 以后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的 别跟我提以前 我一个女孩子跟你在一起多久了 不能有几年的青春 以后以后 那这么多年算什么啊 算了,我不想等了 小夕 小夕,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你放开我 你放手 小夕 小夕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去吧 有没有 那边有没有 那边有什么 我会让你帮忙 我去吧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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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过得怎么样 这三年 离开你以后 过得特别的好 我跟你讲 我现在找了一个 有钱的男朋友 我想要什么 就可以给我什么 不像你 要什么 没什么 怎么 以前 一个月三千 现在 怎么着一个月 也该三千五了吧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吧 现在的男朋友 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特别的好 而且人家现在 在张氏公司上班呢 还是总经理 一个月几万块钱呢 就你 一个臭班专的 一个月 也达不到几万块了嘛 五千有吗 差不多吧 你男朋友 原来是在张氏集团 对啊 我也在那上班 这可能 我们两个还认识吧 你也在那上班 怕 四个干保洁了嘛 我跟你讲 我男朋友啊 分分钟 就可以把你开除了 行了 你赶紧走吧 看你这副穷酸样 打扰我男朋友来了 可别给他掏近乎 省了他以为 不认识这么一个穷酸的人 幽人 好好 你说什么都行 那我先走吧 诶 董事长 你怎么在这里啊 怎么还穿这一身啊 董事长 赵总经理 这穿这一身 还不是刚刚 下工地检查去了 近期咱们工地啊 老是发生一些小事故 我就想着下去看看 这是你女朋友啊 是啊 董事长 难道 你没认识 董事长 林博 你不会认错人了吧 这怎么会啊 我在他 在他手下 已经工作两年多了 老赵 我本来以为 你是特别聪明的人 没想到 你竟然找了他 做你的女朋友 董事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这样说我 老赵 你知道 他是我什么人吗 他 他是你什么人啊 董事长 他是我的前女友 这当年 我还很落魄的时候 只是是工地上 一个搬砖的穷小子 他无情的把我抛弃 但是 也可能是他吧 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老赵 你这身边人 可要看准了呀 董事长 原来是这样 小西 我想不到 你是这样的人 当年董事长 落魄的时候 你爸打抛弃了 现在 你有跟我在一起 你是不是 看上我的钱了 我没有 宾哥 你别听他胡说 小西啊 我看出来了 你就是一个败金女 我现在是有钱了 到时 我没钱的时候 你是不是 像 抛弃董事长那样 把我抛弃啊 哈喽老赵 其实 我说这些 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是 想让你看清他而已 我先走了 你慢点周诚 小西 想不到 你是这样的人 我看 我们俩不合适 我们 还是分手吧 宾哥 董事长 我的车在那边 我们 我带你回公司 好 走 看来 你王说的一点都没做 我管是太现实了 小西 爸 去上学啊 嗯 你看 我也没做早饭 我这儿 有些零钱 你拿去 买早餐吧 嗯 好的爸 那 我先走了 那你去吧 小西好好的 爸 你怎么还在干活呢 这不是在家里没事吗 小西 快别做了 你放学了 嗯 那行 我给你回家做饭 走 我们回去 小西 你在这儿等着 我给你做饭去 你等一下吧 有什么事吗 这 我就有两百块钱 小西 你这钱 从哪里来的 爸 这是我放学的时候 在路上捡的 给 你怎么 又捡二百块钱啊 这 你 你没在那里等着他 这施主 这对了钱 会着急的 我 我等啊 我就是 等了好久 没有人 我才拿回来的 你就放心吧 你拿着吧 爸 那你自己 留着用嘛 买什么 复习资料 什么的 没事 爸 你拿着吧 我这课少 我不用买书 那好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 嗯 这小西怎么还没回来 爸 小西 你回来了 嗯 你饿不饿 爸 爸 你给你做饭去 我不饿 爸 这 这是我今天 捡的二百 小西 你怎么又捡钱了 而且 还这么巧 又是二百 小西 你跟爸说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不是 爸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这个钱 你就拿着吧 我去复习功课 这孩子 这孩子 这同地 是怎么回事 这每天都过二百块钱 爸 小西 小西 又上学 又上学去啊 对 我去上学了 那你去吧 路上小心点 好 那我走了 小西 你今天出来了有点晚啊 对哦 没有 你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爸呢 这样我每天拿200给他 我都说是我捡的 他都有点我开始怀疑了 要不 你就直接拿给他吧 我直接给他 丹丹 这你又在这外手机呢 这你整天在家什么也不干 好吃懒做的 你也不出去找个工作 哥这家里不由你嘛 要我干啥 我跟你说丹丹 我这个家不养闲人 你不出去工作你就给我滚 哥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我可是你亲妹妹 我就这样说了 这个家也容不下你 你还是走吧 快点 走吧 行了 在这唠唠道倒唠 partnerships 走又走 那好吧 小心 还是老样子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上课了 去吧 别带我出去 丹丹 真的是你啊 丹丹 这原来 这每天 给小七二百块钱的 是你啊 丹丹 你为什么不回家 哥 这 我怎么好意思回去啊 当年我那么不懂事 丹丹啊 还是为了当年那件事啊 这哥不怪你 你还是跟哥回家吧 哥 你真的不给我计较吗 这事啊 就你是我的亲人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家 没有什么了丹丹 走 我们回家